师尊的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有时候会被有一些人 他会假借师尊的名义 有些人他会真的就是这样子欺骗别人 那很多人也因为他们对于 根本上是师尊的这样子的一种 怎么样的这种崇敬 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 然后人家这样子用师尊的名义 他也不知道说最后那个钱 其实也没有供养给根本上师 然后他们还这样子上当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蛮伤心的 有一些人 这是半路劫财 半路这些财被人家劫走了 有的 这不只是我们宗派有 别的宗派也有 别的宗派也有很多弟子 把师父的财劫了就跑了 也是有的 这个是自然现象 人间的自然现象 人间的自然现象 甚至也可以把这个 我不能再讲 对不对 他们认为说 这个 现在呢 我不想 跟师尊有什么关联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我要既为己有 那干脆他全部都搬走了 都有了 但师尊您其实是可以看得清楚说 这个 其实我也不会管他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嘛 我也不会理你的 我也不会拿你的 你只要不要借用我的名义去给人家 诈骗人家的钱财就是很好 就是很好的弟子 但你有的我不会跟你拿的 放心啦 可是以前我们早些年的时候 有一种好像一种不成文的一种默契是说 比方说我们法会的收入三分之一 我们就会分成一份一份 那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那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师尊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是他们底下的人 把它写成这样子 法会的三分之一要供养师尊 其实师尊都是很自然的 随意你 你愿意供养也好 不愿意供养也好 你皈依的时候 你供养师尊也好 没有供养师尊也好 你心意到了就可以 我从来不会就说 哪一个法会 我一直在注意哪一个法会 有没有供养师尊 从来不注意 我也不知道谁有法会 我不注意所有的上师的法会 我听说还有人 去跟人家讲说师尊 就跟人家说师尊生病了 我要供养你那个人生 我们一起来集资 来让师尊补身子 然后呢 这个人生最后给师尊的是什么 我听说是这样子 听来的啦 听来的啦 听说他那里已经摆了好多的 什么长白山的野人参 都摆在他家里了 供养师尊有啦 一条 一条 这么一小条 这样子一条 那其他的都供养自己了 那怎么没有补的流鼻血 我们众生各种的这个摆态呢 其实在师尊的眼里 大家就是很平常 不过这是正常的 很正常的 因为人本身还没有 当他还没有节悟的时候 没有开悟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人生的真相 不了解宇宙的奥秘 不知道佛陀的智慧 他还不明白的时候 没有明白透彻的时候 人本身的贪婪 是存在的 我们不能怪所有的上司 也不能怪所有的弘法人员 只要开悟了 他就不计较一切 因为一切 也是无所得 你能够得到什么呢 事实上是无所得 房子也会坏 豪宅也会坏 人生也会坏 你能够得到什么呢 所以是一切都是无所得 你能够开悟了 真正有了智慧以后 你就对这个不计较 而且我们看了 只是看一场戏 看一场演戏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刚刚讲出很多 不可思议的这些弟子 可是在师尊的眼里看 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怎么样能够有 这么伟大的师父 看大家都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去判断 我们真的是很感恩 我们真佛中 能够有这样的根本上师 来带领我们 谢谢 阿弥陀佛 因为快过年了 对不对 我们也帮这个中观堂 的宏光大成就的节目 然后还有给你点上新增的节目 师尊给电视机前面观众的 明年是牛年 牛年的这个赐福好不好 我们请师尊给我们赐福 可以吗 可以 好 是的 在这个新年的时候 到灵 我期望 所有人的福分 也一样的到灵 所有的智慧 也是很严满的 每一个人身体健康 家庭严满 每一个人 通通都没有什么灾难 所有的灾难 在牛年之中 象征着大威德金刚 把所有的灾难 全部剃除掉 这是我的祝福 Omany Bami Home 谢谢师尊 谢谢师尊